无念当中的无念之念 我们最重要还是要一个正念 正正的这个念 正正念 无念当中还有正念 无念当中有了正念 这个就是神通 我称为无念之念 无念之念 这个念是正念 这个就是神通 你无念的时候 进入整个虚空之中 在宇宙之中化为虚空 你能够应用虚空的力量 产生一种念头 这一种念头是正念 那么这种正念 你可以应用起来的话 你可以去帮助世人 是一种无上的智慧 我没有比这个再高的智慧 释迦牟尼佛曾经讲 佛典里面也经常提到 所谓真空妙有 真空就是无念 但是当中有妙有 就是正念 这个是人跟石头之间的分别 真空妙有 只有人啊 修行人才有的 真空就是石头了 妙有就是人本身的正念 你在外来讲起来 整个包含就是真空 其中产生的一个正念 就是妙有 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就是有中啊 有无啊 在你在好像念头当中啊 是真空的 是真空的 在无中有有啊 在你无念当中啊 又有妙有啊 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人啊 不是石头 我讲这个 以无念为正结佛宝 那以这个无念为正结佛宝 不是说 那 石头就是正结佛宝了 不是的 这是讲我们啊 有意识 有这个最深意识的人 本身的修行 是以无念为正结佛宝 无念就是正入西空 但维持你自己本身的正念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啊 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啊 会有这个产生啊 会有一种无念的 这种枯木禅会出来的 枯木禅会产生出来 所以在三界之中啊 最高的境界 就是飞响飞飞响触天 飞响飞飞响触天 这个天啊 这个天啊 就是一般来讲 你修成枯木禅会到这个天去的 你不能进入四圣界 因为四圣界要真空妙有的人才能够进入 你修成真空了 就到飞响飞飞响触天 是三界天当中的最高天 可以讲是无想天 无念天 所以到那个境界里面呢 好像是事无边处 你的意识好像无有无边的这一种状况之下 所以修行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啊 很多的道路 你修成这个枯木禅啊 啊 修成那个死灰禅啊 修成石头禅啊 那不是一个人嘛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所以清净的行者啊 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 以无念为正洁佛宝 这个无念呢 是真空 也是妙有 也是妙有 这是我们一般啊 这个密教行者 到了进 进入这个三摩地当中 建成一 一的时候啊 回归 虚空 回归虚空 就是无念 但是我们还保持一个正念 保持了一个正念 这是妙有 这个在虚空之中啊 在整个真如的虚空之中啊 你可以随言应激的 什么叫随言应激呢 就是说 有什么事情来 你可以变化什么 去应对 叫随言应激 像这个活菩萨都是随言应激的 活菩萨本身在虚空之中 他已经达到无念了 他就是真如 就是虚空 就是无上知慧 就是涅槃 但是真正呢 他本身要在任应的时候啊 他能够应用他的正念 来任应他的神通 这就产生 这就产生妙有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以前很多人跟我讲 那个法师碰到 这个 小姐 像这个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是有感觉的 你是有感觉的 你必须要有感觉的 但是你的心本身是不动的 你假如把它修成啊 那个美跟愁啊 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通通都一样的 那你眼睛有问题 那你眼睛有问题啊 那你眼睛有问题啊 不然你就是瞎子了 你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生活中啊 应该讲起来是很活泼的 我们生活中应该讲起来是很活泼 师尊的教导 是希望大家都是很活泼的 很活泼的 每一个人都是很活泼 禅啊 本身来讲是很活泼的 禅啊 这个字是佛泼的 是充满生机的 充满生机的 虽然一丝不挂 烦恼就没有了 你什么都不放在念头 放在你心里 就是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也就是接近无念了 完全是没有什么念的 你心中啊 不把那些烦恼的事放心头 烦恼全部解脱 只是不放心头 不是没有烦恼 不放心头啊 就是无念了 不放在心头就是无念 就是一丝不挂了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呢 还是有 还是有感觉 只是不放心头而已 这个修行的禅啊 本身来讲也是充满生机的 你假如要禅啊 禅宗啊 都修成像枯木一样 那有什么意思 那都你去当石头好了 你当人干什么 说这个是一种法味啊 就在其中 所谓法味 这个隆隆啊 很隆的法味啊 就在这里面 所以禅师啊 感觉到世纪都是美好的 这个就是感觉 你禅师感觉到 升到宇宙的中心去啊 体会日夜星辰 这个就是感觉 但是他日夜星辰啊 充满我心 我心啊 充满日夜星辰 这是一种接受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mane Bamih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